那云端的部分呢 第一个就是说呢 请你们在这个更多里面有个所谓的 更多啦 更多里面它的位置应该是在这里 这个所谓这个文件 那它的主要的作用 底下有一句话叫 在线上建立并分享您的文件 然后呢 随时随地可以存取使用 随时随地可以取 其实它简简单单几个字 就是已经把重点都讲清楚了 第一个是你可以在线上 线上就云端 可以建立并且分享 这个分享 这个概念也很重要 就是说它预设值是不分享 可是如果你今天要分享给你任何的朋友 都非常的容易 而你分享给人家的时候呢 别人的电脑 别人的这个云端上面 不会新增一个档案 也不会新增任何东西 它等到你的朋友要存取的时候呢 因为它有权限嘛 你分享给它 它再到你的云端去抓你的档案过去 那你还可以去设定分享的权限 比如说它只能够看 看的话只能看到里面内容 但是它不能修改 你可以去设定 那如果说你要让它可以修改 你可以再给它修改的权限 它可以做到这一点 另外的话呢 它可以随时随地均可存取使用 这个随时随地指的是什么呢 如果你今天是在Windows环境底下 那你用Chrome浏览器可以存取 那如果说你用智慧型手机的话呢 在智慧型Android手机里面也会有一个相对应的APP 就是DAX 它也可以随时很快的去存取 所以也就是说你今天放在这一台 放在那一台 放在这个手机 放在另外一个平板电脑 放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存取 那开起来长的样子呢 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而且呢 身在手机上你也可以去做编辑 可以去做任何的动作 那这样的想法其实是非常的好 为什么呢 可以离开你的电脑 离开你的PC 所以为什么PC的占有率会往下跌 因为大家已经很厌恶怎么样呢 我为了要工作 我一定要在这台电脑 那如果今天我离开这台电脑 我就不能工作 那没有这道理啊 我要工作 我总不能 不能说只有这一部电脑吧 那Google呢 它是希望你离开 离开电脑 离开这一台电脑 在任何电脑都可以存取你东西 所以它有云端概念 也就是说它希望你把所有东西 都丢到云端上面 那丢上去你存档 开档 关档都在上面的嘛 那所以你只要lock in 只要有一台电脑 你可以有浏览器 可以登录 你就可以做事情 你就不需要一定要那一部电脑 才能做事情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想你要慢慢去使用 因为初学者 因为我问了蛮多人 他刚开始还是不习惯 Google文件这样的东西 为什么 因为使用起来 毕竟又跟原来你的使用习惯 又完全不一样了 不过我是觉得时间啦 还有因为未来的世界变化太快了 因为常常跟人家聊天就是 在20年前或者甚至是30年前的那一代 他们毕业的时候呢 毕业时候的知识可以用到他们退休 都不太会改变 可是呢 现在不一样 现在大学生喔 现在大学生喔 进了大学以后 他学的东西 到他毕业已经又改变了 又不一样了 所以怎么办 你学了 那你学了之后怎么办 学了之后又变了 那学这些 不就等于白学了吗 所以你要思考 那也就是说 现在的冲击是这样 你要学习的 不再只是纯粹知识而已 你要学习的是 学习 如何学习知识的方法 那要抓到药磷 不管用什么方法 他都有药磷 你要抓药磷之后的话 其实你不管学什么东西 都很快可以学会 这个才是现在 职场要的人才 不是像以前 我是乖乖学生 所以现在乖乖学生 不见得吃香 即使你在学校很乖 妈妈把所有的书都读得很好 可是你会发现 你毕业之后 你好像派不上用场 为什么 你的知识又改变了 学校老师讲那一套 不管用了 为什么老师这样跟我讲 可是为什么 现在看到又不一样了 那就很糟糕了 所以特别注意就是 你慢慢的要思考 就是说 不要再太固执 因为像这种新的东西 最怕就是 你对于知识的固执 因为你太固执的话 比如说我觉得Windows好 Windows好 那其实没有什么是好的 黑猫白猫 只要会抓老鼠的就是好猫 这个观念我觉得是 要慢慢去谈 那很多人会说 哪一种方法最好 其实我觉得 能够解决问题 最有效率就是最好的方法 那目前也没有标准 没有 因为会有新的工具产生 会有新的工具 所以这里的话 第一个你要先了解Google的文件 那进来之后的话 它会预先跳到的是 在首页里面 不过有一些时候 你们尽量先切换到什么呢 我的文件集 在首页里面或许 你可能有东西 或者没有东西 就看说 你之前有没有存取过 也就是如果你的朋友分享给你 也会跳到你的首页里面 那请你们先到我的文件集里面 那这个我的文件集 它的观念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那个云端的档案总管 档案总管 那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今天要放东西上去的话呢 必须透过什么呢 透过上传 那比如说我们先做一个练习 我先要把什么呢 我们刚刚的档案传上去 那这里的话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档案 一个是资料夹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把刚刚的那个练习 那我建议你可以用资料夹的方法 那放的位置的话呢 是在桌面上面 我刚好像不是 我刚刚放到我的文件夹里面的download 因为我们用Chrome 它会在 会download到那个 我的文件夹里面的download 那这里 请你把这个 课程练习题 这个把它传上去 这个把它传上去 然后传上去之后的话呢 接一按确定 接下来的话呢 直接按什么呢 开始上载 这样就可以了 它就很快的话呢 把这八个题目传上去 那现在 OK 那现在的话呢 可以看到 上载的速率 其实有点慢 其实才几个档案 那传完毕之后 就100% 那在这里 就会产生一个 叫做文件期 特别注意哦 这个是一个文件 那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呢 就像一个资料夹 我想这里的话 你们先试着 试试看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